没有拉起封锁线 也没有交通追 原本阻碍民众进入的障碍物 统统清楚不见 接送亲友的汽机车 或是再送游客的计程车 都可以畅行无阻地进入前站车道临庭 不必再绕路通行 民众直呼方便多了 游客接送旅客的话方便多了 然后行李体力也方便多了 对对 尤其是外地来的 对 接送外地来的客人 我觉得很好 就不需要绕过去后面那边 这样就可以直接在这边接送 比较方便 就是施工的时候 大家就很不方便 要绕来绕去的 还有人还要从旁边船过去 那现在它开通之后 我们就直接从后面到前面 车子停哪里要过去都很方便 搭车的或是再送的民众方便 有感前站车道晚宫开放 减少绕路甚至又方便 回想起施工的交通黑暗期 民众直说阵痛期终于结束 我们经由县政府以及交通队 以及相关的单位已经废刊了 那标线已经划设好了 开放前站的这一个U-turn U行回车道一个使用 车车站前站车道开放使用 站内三座首幅梯则是开放 站内一楼大厅到二楼 以及二楼到月台层共三步 进出车站月台更方便 民众可以多加使用 评论新闻蔡立华卫德卫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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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